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寄生办转化而来的 你可以不让他生 但是你怎么样强迫他生呢 这个确实太困难了 妇产科医院是一个接一个的关门 那么最近一两年 国内已经有两万家幼儿园消失了 如果没有这个推生办的允许 你不可以比多胎 罗马利亚就尝试强迫国民生孩子 还设立了月经警察 专门管制育林复理 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的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共产党看不出来的 在人类很多文明的衰亡 其实它都和人口减少有关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